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 践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 我是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 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 相当适合登山经验0的新手收听 狼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 靠北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 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 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 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今天在播放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想应该国庆日还没过吧 所以说表示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廉价 大家如果要上山玩的话 就有一个概念一定要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就是无痕山林 Live No Trace 没错 你知道吗 今年在2020年的7月底 联合报 某个报社 你都已经讲了 有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他是有说到说近期 因为这个COVID-19的关系 大家开始登山大爆发 打菜一下 就武汉肺炎就武汉肺炎 你在那边 被你发现 对啊 你干嘛那么政治正确啊 这是我们的频道 OK OK 好 就是在武汉肺炎之后 大家就开始疯狂大登山 所以说就有出现了三大乱象 哪三大乱象呢 好 第一个就是意外事件随着攀爬人数增多而暴增 第二个就是环境脏乱 第三个就是有很多不效的商业队伍的协作 游走于这个法律的边缘 对啦 事还没有到不效这么严重 但是就是有一些协作已经有一点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根据统计呢 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 今年一月到七月 申请到高三型国家公园的人数 比去年同期要增加了七万人次 超多的 嗯 那除了这个高三型的国家公园以外呢 申请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数 上半年的总人数也已超过去年的总和 估计呢 今年全年上看7.6万人次 是去年跟前年的2.6倍 对啊 我们光说这个人次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 可是只要想到啊 你看跟去年2019年 还有前年2018年比起来 已经是超过2.6倍了 光想这个倍数 其实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环境的冲击 一定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尤其是因为可能在2019年年底 行政院开放山林的关系 嗯 所以说呢 大家开始往高三跑 然后又因为疫情的影响 其他的国家因为疫情 大家都待在家里 可是台湾反而因为疫情控制的很好 所以大家就开始国旅大爆炸 真的 大家就开始疯狂登山 所以我们今天会希望在这边 跟大家寻导一下无痕山林的概念 因为如果与大战相处没有正确的观念呢 即使登山是好事 但大量的排遗啊 除于留在山上 就会变成一种生态的灾难 对啊 比方说啦 像最近就有看到很多网友在分享啊 你知道吗 本来有被誉为天上洒落的珍珠的 这个宜兰秘境加罗虎啊 现在在假日啊 你知道有多少人扎营吗 嗯 100 200 200多个人 就是说可能啦 他们也是初估大概有超过百帐的帐篷 所以说有些山友啊 大小变完之后 那一些白色的卫生纸又不带走 所以就造成加罗湖那边的地雷遍布 你要照相要散步啊 都要边走边散 真的是大猪小猪落加罗 我觉得这个感觉 我没有看到 光听得我都觉得很恶心了 真的耶 希望你没有再吃饭 OK 随着我们人类活动不断的提高海拔 有很多这个山友 比方说在嘉明湖的向山屋连续两年有看到 有熊出没 还有以往在能高安东军纵走的时候 也会发现有水路吸食人类的尿尿 这个就算了 还有去主动的去翻搅我们的大背包 那都可以看到 由于人类活动的关系造成 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惯也受到改变 那这些状况都是因为人为的厨余啊 还有便便造成乱象 对啊 老实说我本来知觉台湾人的那个素养蛮高的 可是看到这样的状况啊 什么卫生子乱丢啊 然后垃圾留在帐篷外面啊 或干嘛 我就会觉得 天啊 这个跟落后国家的国民有什么不一样 怎么会连垃圾不要乱丢都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啊 没有特别教导说就是登山的一些礼仪 或者是基本观念 对啊 我相信这个你看嘛 好不容易大家终于盼望到可以开放山林 很多地方都开始自由的进出 但是如果说大家不好好的维护这个自然环境 过了一两年这个生态又无法承载 然后又要把山封起来 我觉得这也不是大家乐见的吧 是啊 之前看新闻好像是嘉明湖吧 之前是没有休息的 就你想什么时候爬都可以 只要申请到山屋就可以够 对 但好像因为就是浏览人数太多了 没错 所以要政府有做一个要调节的动作 封山进山这样子 OK 所以说这个山林教育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我们也很希望大家都开始登山啊 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登山的人 但是大家的行为举止 大家的水平一定要随之提升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无痕山林概念 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指的又是哪一些重点 无痕山林它的全名叫做 Leave No Trace 简称就是LNT 起因是美国自1960年起 在国民所得增加工时降低的情况下 这跟我们台湾差好多 在这个工时降低的情况下 休闲观念逐渐改变 都市人都渴望往户外做活动 没错 许多休闲旅游的方式 常对这个脆弱的环境造成严重的冲击 譬如说高频率的登山活动 可能会对步道造成践踏冲击 那这个践踏者是说 可能一天两三个游客 踩在这个路面上 造成影响不大 但如果是放大成一百倍 一千倍两三千个人 踩这个路面呢 就会造成土壤的硬度增加 那土壤的硬度增加 就会造成这个雨水 容易渗进去土里面 造成土地又硬又干 那这种土 其实没有办法让植物生长 那如果植物无法生长呢 在之后如果下大雨 就会造成土壤流失 因为没有植物的根 去抓住土壤 土壤流失之后呢 就会造成步道宽度增加 步道宽度增加 让周围的植物的根系裸露 这样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会变成路基塌陷 可能一个好好能够走的路 就变成不能走了 没错 这就是一个一直持续不断的恶性循环 所以说这些太高频率的登山活动啊 或者是一些不当的旅客行为 都会很严重的影响生态环境 比方说刚刚提到的 遗留垃圾在高山地区 这些垃圾其实经过数十年 甚至数千年 甚至永远永永久久 就会留在这个地方 不一定是会腐坏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80年代起啊 这个美国的各级政府机关啊 土地管理的单位 还有一些环境教育的学者 他们就共同组成了一个社会大众的合作团队 他们开始推从无痕旅行的行动概念 他们希望可以全面推动啊 一个负责任的品质旅游 教导所有大众用正确的观念来对待大自然 没错 过这七个项目 第一个呢 就是说了 事前要充分的规划及准备 这个跟无痕三零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关系可大了 怎么说 因为在进入这个自然环境前呢 如果可以事先先收集当地的相关资讯 然后充实我们户外知识技能 做好准备的话 就可以降低因为不了解或准备不足 所造成的危险 原来如此 比方说如果查明登山的路线是否位于这个管制区内 就可以避免走到不该走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乱走 走到最后发现 诶 这个是死路 那你也走回来 那下一个山友 如果看到了这个刚踏出来的路 他可能就诶 左边右边 好 那我不小心如果又选到了那个走错路 那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呢 就会把错的路越走越明显 在判断上会造成一个困扰 就会浪费之后爬山的人的时间 那个黑森林是不是就是这样 对 雪山上面的黑森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会看到很多的白色的木栏杆 挡在一些 看起来好像是路的路基上 其实那都是山友 他们为了要走捷径 他们不想走自制坡 他们直接就切西瓜往下切 然后造成那边的土壤流失 然后路基更混乱 更容易迷路 对 那边非常容易迷路 所以说这就是事前要做好充足准备的原因 你要了解自己去的地方的路线是什么样子 再来就是说 你如果知道了自己的路线呢 是什么样子的类型 你就可以很正确的选择 你要穿的登山鞋类型 如果说你今天的路线是很轻松的 其实你就不需要穿到非常厚重的靴子 或者是那种鞋底很深啊 黄金大底 对对对 因为你如果穿很硬的那种鞋子啊 其实它也会造成那个土壤变得很紧实 就是变得很硬啦 所以说它其实也是会破坏步道的 所以说假设你知道自己今天的路线 没有很困难 没有很湿滑 那其实就可以穿着比较轻巧 比较舒适的登山鞋 造成环境的冲击也就会比较小哦 是的没错 再来就是在食物的方面呢 也可以预先想好 要怎么处理厨余跟果皮 避免这些气味引起野生动物的兴趣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夹脸袋 把这些有味道的垃圾关起来 其实就连说话不要太大声 不要制造太多的噪音 其实都算是降低环境生态的影响 是有帮助的 嗯这个在我们有路的登山礼仪方面有提到 对啊 第二点呢 第二点就是在可以承受的地点 行走或者是露营 这一点就比较直观一点 因为践踏会破坏植被的生长 并造成 直批 直批 哦 直批 谢谢Ariel更正 对 践踏会破坏直批的生长 对 并造成土壤的侵蚀与地表流失 因此请在以规划好的步道 以及露营地点内活动 就可以避免破坏周遭的直批 然后也不要走捷径 尽可能留下最轻的足迹 不要对路径造成伤害 没错 其实露营的原则其实就跟走步道的原则是一样啦 基本上呢 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一些没有步道的区域 你可以怎么做呢 比方说你就可以选择一些岩石地啊 沙地啊 碎石地啊 这种比较坚硬的地表来行走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会直接踩在那个草皮上 所以说这样子就会降低对于纸坯还有地表的一些伤害 还有侵蚀 如果说在那种自然度很高啊 真的都没有这些石头地或者是这一种 都是草皮的这种荒野的地区 那也许你的队伍呢 就可以比较分散的行走 总之就是不要创造出一条新的步道就对了 然后因为你知道吗 在国外啊 它其实是有些地方 它会规定不能踩在这个草皮上 但是我发现在台湾的山径上 好像都没有类似的规定 这个观念台湾人比较少知道 就连我比较常爬山的朋友没有这个概念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一些很原始的地貌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尽可能的让这个破坏性能够最低 然后前面的人走的步径 我们其实就可以依循着他一起走 我们就是不要创造出超级多不一样的路径就对了 那如果在露营的话呢 好那如果在露营就应该使用现成现有的营地 减少对周遭事物的破坏 对 再来就是尽量集中我们的帐篷 然后呢 这个活动区域也尽量要有一个局限 不要无限制的扩大 嗯嗯嗯 再来就是最后如果要拉营绳呢 也尽量不要破坏周遭树木 不要折断树枝啊 就是减少对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 对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要扎营啊通常我们都会想要布置一个很舒适的家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搬一堆石头啊来做个厨房啊来造一个厕所啊等等 你把你的房子弄得很漂亮很完整是没问题的 但是请记得在拔营的时候也要把这一些石头跟树枝啊落叶啊等等 放回他该在的地方 石头跟树枝我可以理解落叶 不好意思啊落叶的意思是说当你搬走的时候请用落叶把你这些痕迹盖住 OK我吓一跳 总之不要留下这些人为的痕迹啦 我想说我之前我都没有把落叶扑回去 是要把那些落叶来把你的这个痕迹给附来 OK好 让别人都看不出来 好就是回到我们LNT的第三点 适当的处理垃圾然后以维持环境 请带出所有身上的装备 离开营地跟休息区的时候请把垃圾如烟地食物厨余 厨余的部分有果皮啊吃不完的面条啊蛋壳啊贝类啊等有机垃圾 通通都要带走 对刚刚阿布有提到一个就是有机垃圾 因为呢很多前辈们或者是很多没有听过这一些新概念的人啊 可能都会觉得说厨余这些果皮面条蛋壳贝壳 这种东西感觉不就是会自然风化的东西吗 为什么要带下山 带下山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很难被分解 山上的气温比平地要低很多 就是垃圾分解速度也会慢很多 没错 那再来就是蛋壳啊苹果皮这些不属于当地生态的东西呢 也会当地的这个动植物造成一个生态上的冲击 那说一定你的这个苹果里面有一个小虫 那这个小虫呢你本来它不会跑到高山 但如果你乱丢这个苹果上的小虫就到高山了 那如果它还有办法存活的话 然后当地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个虫了 那翻译很多之后就没有相对应的天敌可以克制它 说一定植物就失衡遍野了 当然我这样讲是有点夸大啦 但其实本意就是说呢乱丢不属于山上的东西 或者是自以为说这个都是会分解掉 这都是不负责任的想法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中秋节到了 去年中秋节上山的时候 我看到超多柚子皮的 我看了我没昏到 柚子皮我跟你讲 你今年中秋节丢在这 我跟你讲明年中秋节它还在这啦 不用说明年 十年后应该都还看得见 它真的不会自然分解 所以说呢请你如果一定要爱吃水果 我一定要带那种重量超多的水果上山 请把它的皮都带下山 对那可能有山友或者是听众会说 那我如果把它掩埋盖起来 会不会就比较好呢 那这边我要讲就是没那么简单 第一个你就算把它埋进土里面 它也不会很快的分解掉 那第二个就是山上的资源有限 所以其实野生动物的嗅觉都很灵敏 它可能闻到 这个是没闻过的柚子味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可能挖一挖就把垃圾除鱼都挖出来了 挖的如果不够深其实没有用的 但挖的太深 你连垃圾都懒得带下山了 你会挖的很深 这个我也是不相信 真的 然后再来提醒一下 有关那个排移的处理啊 就是粪便的部分 如果说处理不当的话呢 其实会造成当地水源的污染 甚至还会有疾病传播 然后别人看到了 当然也会觉得很恶心 所以说呢原则上就是要挖猫洞 用猫产挖猫洞 然后把它掩埋起来 如果说你真的不想掩埋 我跟你讲 你真的就是不要上厕所 因为不太可能了 对 挖这个猫洞啊 这边就会建议说挖大概15到20公分的洞 挖出来的土壤 它可能表面是小石头 然后再往下挖才会是土壤 那放回去的时候 也尽量照着这个顺序把它放回去 我是说真的啦 你刚刚阿布说什么挖15到20公分 因为我们上课都是这样教 但是你知道15到20公分的土有多难挖吗 除非你今天是在一个很松软的那个 真的 对 不然的话15到20公分其实还蛮难挖的 以我自己的做法 我好像有点害羞 对 因为通常这个上厕所是很私人的事情 就在频道上讲 其实 OK anyway 那我就说我的方法 其实我会找附近看有没有大的石头 薄薄的大大的石头 如果说是在路边上的话 就尽量远离路边 但有时候有限于就是 因为你不太可能离主要干到太远 离太远有可能会迷路 或者是离队友太远 不小心跌倒了 不会有人知道 所以通常会保持一个 至少大玩便便 不会被人闻到的距离 那如果没有这种位置 那你就找个石头 可以承接住你排遗物的东西 大概上面之后呢 你能丢多远就丢多远 就是不要留在主干道上 这个方法也太新潮了吧 我还真的没听过 那如果说没有石头的话 那就是尽量用这个建筑啊 然后把它盖住啊 就是尽量找一些现有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挖洞 但你至少有办法找到小石头或泥土 把它盖在上面吧 对啊 anyway 而且一定要离开水源地 然后当然离你们的营地 还有步道 跟整个排水系统都要越远越好 是的 没错 然后一定要记得把卫生纸带走 真的 所以一个山友他有没有sense 我通常都会问他 所以你身上有带垃圾袋吗 如果他随身都有带的垃圾袋 那我就相信他一定是一个 good boy good girl 对就是 因为其实你什么时候吃东西都很随意的 对啊 没错 譬如说苹果 不是苹果 糖果的包装纸啊 巧克力的包装纸啊 这些都是一个垃圾 就会建议其实身上除了登山装备以外 垃圾袋一定要戴着 OK 那我们就进入吴恒山林的第四点 要保持环境原有的风貌 嗯 就是尽可能保持拜访地点的原始风貌 不要任意改变当地的环境 也不要取走任何的物件 沿路发现的 譬如说骨头啊 化石啊 羽毛啊 贝壳啊 甚至是动物的便便啊 都看就好 不要任意的拿走 好啦 带便便走应该是不会 但是我跟你讲 我真的很多朋友很爱在山上 尤其是百岳 捡一些石头啊 什么的 我跟你讲 做纪念吗 对啊 我跟你说啦 你等你真的再爬多一点山之后 你哪里会记得这些石头是哪里来的 然后你把它带回你家之后 我跟你讲 你下一次搬家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把这些石头带走吗 嗯 我跟你讲 不可能 真的 所以说你还不如就把它留在原地 不要把大自然里的东西带走 也不要把不属于的这里的东西带来 嗯哼 比方说 你不要以为这里是深山野岭 就没人知道 然后你就把自己的小宠物拿来这里弃养 我告诉你真的超没品德 一定会有报应 这些气洋仔 你是有看过吗 或遇过吗 我真的有遇过 你知道吗 我以前 而且是在日本耶 日本 在日本 然后呢 那是日本人吗 还是台湾人 这我就不知道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是发现 发生我们在山上 然后我就听到 嗯 虫叫声 然后我一听 我越听越觉得奇怪 又变成很像婴儿的叫声 你知道那时候 我跟朋友真的吓坏了 你们是爬日本什么山啊 我忘记了耶 OK好 对 但是不是一个大山 它只是一个礁山 然后呢 我就听到那个 呃 我的朋友就说 那是一个 那是虫叫啦 但是我觉得 那真的太像婴儿了 太可怕了 我就开始去找那个声音 结果我就发现 哇 有个纸箱里面 装着三只小狗 哇 然后呢 装了三只小狗 我们把那三只小狗 那只小狗连眼睛都还没张开 然后呢 我们就抓了三只小狗之后 我们发现 奇怪还有声音 还有 结果我们就再去找 我们就在另外一个纸箱里 找到了四只小狗 My God 所以是七只 没错 真的是My God 然后有一些呢 我们本来他真的都觉得 他是不是已经死掉了 嗯 结果呢 我们就靠近他之后 我们发现他就会 很有感应 他会感应到有人接近他 嗯 他就开始叫 本来都已经 咽咽一息了 结果又活了起来 就想要活下来的欲望 没错 你知道那个生命是多么的珍贵 这些气洋仔 我跟你讲 你真的是我有报应 那后来 你们怎么处理 把他送下山吗 对 我们就把他找一个宠物店 而且我们还找了很多间宠物店 因为宠物店 有些他就是拒绝收 结果有一间 他就是真的很 很善良 很热心 他就一次就收了七只 所以你们就没有去完成那次的爬山 就把狗狗带下山了 对就赶快带下山了 哇那你们日语很厉害 可以跟日本人直接做口同 well好吧 这我就不骄傲了 anyway 大家不要气氧 很重要 好对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来讲三遍 不要到野外任意的气氧生物 不要气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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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接下来进入第五点 好第五点就是要减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 除非必要的话 就尽量减少用火的次数 对我来说啦 我会觉得如果能够在野外生活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没错 因为我自己大学是同军社的 那我们同军会有所谓的萤火晚宴 然后大家会围着萤火舞唱歌吃饭 把这个 把妹 是交椅好不好 对 看心象 对 好 那anyway 其实生活感觉真的很棒 但是以台湾的状况 尤其是如果是露营区 我觉得很适合 但如果是爬高山的话 如果不是在危险的时刻 我是不建议生活 那我知道有其他的前辈或者是山友们 他们会觉得 我生活只要我有复原就好 对 但我比较支持的立场是 除非生命危险 那就尽量不要生野火这样子 对啊 其实我更是完全能够理解人类热爱火的这个天性 因为山上真的暴冷 嗯 而且晚上又很黑 然后再加上如果说那边 那个什么天干物燥 我跟你讲那个木材啊 超好生活的 一下就烧起来 那大家围着火堆吃吃喝喝啊 然后聊天啊 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 但是呢 就像阿布刚刚说的 因为这个火呢 其实你生完之后 它是会遗留很多痕迹的 所以说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其实真的是不需要烧那么大的火 那如果说 你真的要生火的话 其实现在啊 在那个登山用品社都已经有卖那种火盆 嗯 就是有点像那个 烧金钻那种烧金子的那种火盆 但是它是for登山用的 那它就是有点像 它有一个金属盆 然后上面有个铁架 那所以说它生火也很简单 你如果生了火也可以用它来烤肉 等等的 嗯 总之那一种火盆呢 它距离土地上会有一段距离 至少八公分到十公分 那它这个火盆 其实就可以做到保护土地的功用 所以说如果说你一定要在野外生活 也许你就应该要准备一个这个火盆 或者是因为背火盆 我觉得好像很重的感觉 所以或者是可以在生活前 就地区才让石块堆出一个圆形 对就是堆高 对对对 不要让木头跟这个火直接碰到植物或者土地 至少下面隔的一层小石头之类的 对于之后的复原会很有很大的帮助 那复原应该怎么复原呢 复原的时候呢 就是把大块没有燃烧完毕的这个木炭呢 把它弄碎 那弄碎之后呢 就把它回一回 就是用脚把它拿一些落叶 如果有落叶就拿落叶啊 小石头啊 把它撒在上面 让它上面不要看起来像是有人用过的痕迹 然后大的木炭如果 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就把它尽量弄碎 然后丢到比较 看不到的地方 对对对对 标准就是呢 使用前跟使用后 几乎看不出来 这样就及格了 没错 其实并没有很难 因为我们也真实的去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把它恢复成原貌啦 对 对 OK 那这样我们进入第六点 要尊重野生的动植物 自然环境是各种生物的家 那你到人家的家里面 当然就应该要尊重主人 就是所谓的原住民了 不要让他们 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习惯 不会食 不破坏 不侵犯 让他们可以在山林 自由的繁衍茁壮 没错 所以尊重野生的动植物 也相当的重要 那第七点呢 第七点就是要考量到 其他的使用者 在野外跟他人 分享山林环境 尊重他人 如果要独处时 所需要宁静 这个非常重要 那在山上 常常会遇到很多自私的小白 把山屋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譬如说就大声喧哗 然后就是 这个鞋子乱摆啊 那这样子是非常不尊重山友的行为 没错 就是有很多这种自私仔 很多人他登山 其实就是为了享受这个宁静跟孤寂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甚至喜欢毒攀 他根本不想跟人家结伴同友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你虽然说是一个嗨咖 但是你还是需要尊重其他人的决定 所以无论你是在行径间 或者是你在露营的时候 都要尽可能的不要影响到别人 这很酷哦 这也是一个无痕三菱的表现哦 Yep 所以说在晚上啊 也请你不要用太亮的头灯 然后也不要开收音机 甚至玩gain 这一种呢 干扰设施都会造成别人的困扰的 那我这边提供一下 如何顾及其他使用者的感受 就晚上如果真的很想玩游戏 像我啦 我就是生活很有规律 我一定每天有避解的手游任务要解 就算到山路还是一样 那我可能想要听音乐啊 还是说玩手游 我就会戴上我耳机 不要开喇叭 这样子其实就还是可以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这倒是啦 所以说请记得 我个人是觉得啦 上山了请就享受这个大自然的天然的声音 不过如果说你一定有玩 一定有解手游的压力的话呢 就请你戴上你的耳机吧 这不是压力 这个是义务 这跟责任 我是那个游戏 某个游戏工会的会长 这个会长不能够一天不登入游戏 是的 是会长 OK anyway 让我们真的开始意识到这个无痕山林啊 其实是我在日本登山的时候啦 因为那个时候啊不管是在大山中走 或者是你只是爬那种单日的礁山啊 你知道在日本他们的沿路上啊 就是一张卫生纸一张糖果纸都没有 即便是在那种高山山屋上喔 你们知道那个山屋啊 他其实都有贩卖机 对 但是却没有垃圾桶 因为他们都会立一些立牌 然后鼓励大家把垃圾自行带下山 那在日本的山屋里面他还是会有那种资源回收 所以那边的垃圾桶呢 他就会接受一些资源回收的瓶瓶罐罐 但是一般垃圾呢 他就是要大家把垃圾带下山 所以说反观在台湾的山屋啊 虽然即便贴了几百标语 你还是会看到一堆随手丢弃的卫生纸 没错 日本的登山人口啊 绝对是比台湾多不会少 但是因为日本登山文化相较台湾来讲相对成熟 即便是平日都很热门的登山路线 大家也都很懂得维持山林与这个山友之间的平衡 而互相尊重 这真的很不容易 嗯 那希望我们台湾之后也可以越越好 就是山上小白越越少 没错 小白是指卫生纸吗 对 在山上丢卫生纸的就一定是小白 OK 我们其实啊绝对不是什么正义魔人啦 如果说是你是爱山的人 请你把山当成像你的家一样 然后要跟山有着一样的心情 你一定不会希望人家来参观你的家 然后把你家弄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嘛 嗯 在节目的最后啊 我加一个小故事做的结尾 好 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 他带了帐篷去爬山 因为他抽不到山屋 嗯 结果最近发生一个让他超崩溃的事情 什么事 因为他把帐篷搭在山屋的旁边 所以呢 然后他半夜听到有山友在他的帐篷旁边尿尿 他就觉得很直歪 因为其实山屋是有厕所的 哦 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个不认识的山友 因为在他的帐篷旁边尿尿吗 懒惰吗 对啊 就是因为可能懒得走去厕所 他就在山屋的门口附近就直接尿了 对 Oh my God 然后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超气无敌气的 对他就跟我讲这件事 那我刚好透过这个节目在这边也呼吁 半夜想要上厕所的 不要贪图那几步路 就走去厕所尿 可能有人是因为觉得在厕所味道很重 他不想去厕所 但我觉得 以一个无痕三菱的观念来讲 他就应该考量其他的使用者 对啊 而且你在这个山屋门口尿 自己隔天要离开的时候自己不是也闻到吗 我就觉得这种人 都不知道脑袋想什么 对啊 但是阿布你不用那么悲观啦 Anyway 接下来啊 马上就要进入国庆廉假了吧 所以说大家在登山前呢 就一定要牢记这个无痕山林的七大准则 事前充分的准备 然后要在可以承受的地点行走 保护环境的概念 处理垃圾 然后要保持环境原有的风貌 还要减少用火对环境的冲击 另外要尊重野生动植物 在最后要考量其他使用者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七项准则咯 嗯哼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按下订阅分享 不喜欢的话 也请分享给考验的人来互相伤害 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我们讲的主题 请留言在越来越开大的 FB IG Telegram的粉丝团 那就下次见咯 Bye